刘大爷您好 当今社会年轻人婚姻观有点草率 您怎么看呢 作为老姜的话管得了吗 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床头大家床鬼合 说就完了 现在不成 新潮流 一打一吵啊 我凭什么让着你啊 咱点啊 别说他们拍人处 接着离了 离了那叫分手了吗 特淡漠对于离婚 哎呀 真的吧 买张电视票似的 这场戏闭幕了 闭幕了 闭幕了 您说的这太对了 闭幕了再找下一个 又看就继续了 那也不存在于爱结婚不结婚这事 现在呀 过去说的二婚那不好好对象呢 现在 没有了 现在二婚他那要不少彩礼呢 还成熟呢 说不好听的话啊 是我风气问题 您这两个挺好的 他外的还有外遇 他能跟你说 男的外遇不跟你说 女的外遇不跟男的说 这俩人谁能说这个 所以机灵的时候这事啊 就装啥 你管不了他 不要孩子也不 不用吹啊 你叫一个孩子 俩人感情不好 这个一分手 那也成家庭 这也家庭 这孩子算倒了没了 孩子受罪了 孩子受罪 这谁呀 谁倒霉了知道吗 孩子倒霉了 这老家倒霉了 这他们爷爷 爷爷成了真孙子了 看一小孙子 那谁是孙子呀 这他们爷爷变成孙子了 爷爷变孙子 是 颠倒了 您想试试个字会儿吗 那是 他一完了各成自个儿的家庭了 没有这孩子 这两个口子呀 新婚夫妇就新组成了 可不算新婚了 没什么意思 一有这孩子 他也有一个 你也有一个 你像是你的吧 他像是他的吧 这矛盾就算来了 所以孩子结婚 儿孙子有儿孙子夫 你总管他 他呀 好男无好妻 赖汉子取花枝 真老话 他们王母看驴道对上眼了 挺对的 对呀 这就是那种回事吗 嗯